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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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車騎士繞過入口豆漿店 這是一名男子提著餐點走上斑馬線 下一秒津津有味客起燒餅 左邊騎士也在等 燒餅男轉頭一瞥才發現一堆騎士 這下尷尬往後站 看傻眼的騎士們才總算能通過 新北新莊街頭行人這一幕 讓網友在底下忍不住吐槽 我吃宵夜你吃罰單 下次就會有人斑馬線煮火鍋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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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